LEO聊世紀,TNT無心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條盾人對上立陶宛人 這場比賽是TNT的超級隨機 好,很久沒有看到超級隨機 在我們頻道上面出現了 先來看一下安迪選擇的文明是條盾人 條盾人的農田非常便宜 黑暗時代或封建時代開始 就有農田上的優勢 那到了帝王時代 他的騎兵跟步兵 都會加兩點的近戰防禦的防禦 所以他是非常坦的遊俠文明 但是他的缺點是沒有跟蹤技術 也沒有大肉馬,甚至連輕騎兵都沒有 所以遇到後期的決戰時候 很怕遇到馬功文明 但是肉馬到了後期也沒有辦法打出很好的戰果 他的生旅科技是全開的關係 所以在一定的情況下也可以轉成生旅戰 也是非常適合條盾人的 後期也可以選擇泡門躲口去佔地圖 或者是去進攻 控圖 是一個很好的選項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HERA出身點位1點鐘方向 HERA的文明是立陶宛人 每撿一個聖物的時候 都可以獲得加1點的騎士跟列提士 寶兵的傷害值 那立陶宛人呢 他的打法比較偏向於 垃圾兵跟遊俠的路線 他的垃圾兵槍兵跟戰毛兵 移動速度的加成之外 還有塔盾技術可以增加2點的遠防 他的戰毛兵遠防可以高達10點 就算是連馬弓都很難射得穿的 那他的馬弓路線其實也是可以用的 雖然沒有安息人戰術 但是三攻三防其實都是有的 所以立陶宛人不只是只有遊俠路線特別厲害 他的馬弓也是可以考慮的 然後其實再配到槍兵 加上塔盾 都是一個很好的選項 那他的遊俠呢 傷害是可以高達20點傷害的遊俠文明 所以大部分的玩家 還是會選擇遊俠路線居度 而不是馬弓路線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兩邊的超級隨機的地圖 那這張地圖看起來是 兩邊都有一個湖區 都可以撈雨 大家可以值得注意看的事情 這個湖裡面的雨並不多 所以大家在打這個地圖的時候 要注意觀察是 裡面的魚到底有多少 像這個雨點很少的話 其實魚船就不能出太多 可能出個五艘或是八艘 就是極限了 再出個二十幾艘 可能就很危險 因為你的湖呢 守不住的話 你即使撒了漁網 也很難防守住 而且也會有 把太多的雞蛋 放在同一個籃子裡的問題 好 HERA這邊蓋碼頭 蓋不好碼頭 死也要蓋好 還好死前把這個碼頭蓋好了 那這邊就可以先點一個漁船了 好 這裡點一個漁船 HERA這邊有點炸裂 開局被安迪抓了一村 感覺HERA最近偷織布 偷上癮了 但沒有辦法 這個時間點板就不會織布 但他最近的阿拉伯比賽裡面 有幾把也是因為 偷織布偷到出事的 這個情況也是有的 好 那現在兩邊已經準備要來升到封建時代 好 剛剛 遊戲有點跳掉 我們繼續看下去了 那 條隊人這邊 現在是來到了20匹 HERA這邊是19匹出門 這個沒意外的話應該是要來補碼頭 來燒對方的船 基本上有海途的情況 就是要去燒對方的這個魚 去燒人家的魚船 OK 那條隊這邊沒有打算要出門燒魚 HERA則是 開始挖金礦 三人挖金 點下了一擊伐木 好 條隊人也點下了一擊伐木 好 那現在安迪把家裡圍得差不多 好 家裡稍微小圍一下 開始捕魚 HERA火戰船 開燒 你圍家我進攻 OK 但是安迪也遭有所有準備 OK這邊是補到了5艘魚船 兩邊對一艘 這邊拉過來修理 OK 第二艘火戰船出來 這邊繼續撈一下魚 修完魚船 修完這個戰船就撈魚 安迪這邊打算要直沉 兵攻場也點下了 但是這邊直沉上得去嗎 我覺得捕魚之力可能有點困難 兩隻洛馬來了 哇 抓掉了一隻村民 這裡硬吃 好 這裡 市集補得有點早 就算這裡補下兵攻場跟市集 都沒有辦法 升級到時代 可能安迪是想要先把這個家裡給圍死 但這裡有個洞出去了 安迪這邊也打算要出門 你燒我魚船 那我也來燒你魚船好了 好這邊自爆法 要趕快點一下 這邊海戰即將打輸 自爆法慢了一點 這個可能沒辦法了 這波要全滅 這個自爆法太慢出來了 果然全滅了 自爆法出來 炸個一下一換二 不錯 這個炸有炸出東西來 但是現在問題是無法繼續進攻 可以把這邊直接鬼轉入戰 開始插你的家裡 補劍塔 但注意一點 這並不是塔弓喔 這個只是騷擾劍塔 跟真正的塔弓完全不一樣 為什麼我們的教學影片會說塔弓是虐菜 我們可以看最近MBL 用條盾塔弓喔 打了差距500分的玩家 也打不贏阿 所以卡弓真的是一個虐菜用的戰術 並不是一個很好的 可以拿來爬分的一個技巧 或是戰術選擇 好這邊一個關本獸 你殺我這隻村民就給你殺吧 我把這裡給圍起來 OK安迪這邊把這裡給圍死 這兩隻肉馬要打一段時間才可以出去 但應該問題不大 安迪這邊 戰船已經開始在製造 HERA好像沒有發現 安迪已經升到了城堡時代 點下了二級伐木 奴炮戰船的升級 HERA則是大約還有30秒左右的時間 才能升級到城堡時代 安迪一上去 先點下了 雙TC 開農 HERA這邊要思考的是 要不要轉個3TC開農 如果要轉3TC的話 對自己的優勢會比較大 因為他每蓋一個城鎮中心 都可以獲得 這個100肉的效果 現在已經魚沒有了 但是還好可以看到HERA這邊的魚點 其實可以看到他這邊只剩下1000多肉 反這個可能不到1000多肉 大概1000多肉沒錯啦 1000多肉而已喔 所以這邊魚點即使沒了 對他的傷害並不是那麼大 升到城堡時代趕快去農上去就好了 那有沒有開3TC我覺得是很關鍵的 好 那現在安迪投資了海戰 這些戰船現在沒事做 小隊人 轉出了一些生鯉走進去 想要擊殺抓掉了一隻生鯉 漂亮 安迪再次放出來 這波青騎兵可能沒有辦法 欸這裡不圍嗎 這魯士我就想圍一個木門 圍一下 這裡村民放出來 再繼續圍 直接關北壽 手勢要很快就是了 最後還是招想到了一隻青騎兵 這裡村民趕快圍生鯉 來不及有個洞 安迪這邊漏洞擺出 吐了 吐了 好騎士這邊找到一個機會 要來拆這個騎士啦 拆拆這個投石車啦 哎呀 自拆 第二台不拆嗎 是我就拆了 拆了吧安迪 還沒有在看 沒有在看 肯定是 好有在看了 突然想起來 可以帶回去繼續砍 好再用青騎兵補傷害 用騎士拉走 槍兵戳一下 安迪打得漂亮 這一波投車兩個都拿下了 好這裡趕快補個馬舟 現在騎士是 陣最強大的進攻能力 自帶一點近戰防禦 遇到青騎兵 也很好搞 怎麼騎士在後面發呆 這個瘦村來得及嗎 來得及呀 喔 這個勝率打得很極限很極限 HERA這邊村民宿稍微落後了 3TC 開始速度並沒有那麼快喔 剛剛為了控兵喔 沒有馬上開3TC 好 安迪這邊早就已經3TC了 HERA村民宿是稍微落後 落後的資源量來到了1000而已 一個輸雨的情況下 25分鐘輸1000資源點 其實也是蠻多的 所以這邊要趕快補下TC 才可以補正這個丟失海戰的優勢 好 但這邊能撿到一個生物相當好啊 不然這邊修道院也是想要來撿生物 但是先被HERA撿到了 那HERA這邊只要撿到兩個生物喔 基本上就有3點傷害 3點傷害 應該是三攻傷害才對 正常的帝王時代的三攻免費的 城堡時代就給你三攻的概念 兩個生物就有這個效果 好現在勝率很努力的往外走 那條盾人這邊呢 還是要轉一些肉馬去打這個勝率會比較好 或是直接用騎士也可以喔 畢竟這個條盾人 團隊加成有抗招響的效果 所以出騎士或是落馬 都可以稍微反思一下對方的這個勝率 只要沒有第一時間招響的話 還是有很大機會可以當成肉馬來用的 這個騎士 好那HERA現在是4TC 農上去 還點下一個輪軸技術 經濟已經開始好轉了起來 前期的這一波交戰 讓HERA有點舒服 好這裡生魚差一點全吃 剩下兩隻殘血 再過來一刀 但是自爆船炸了一下 把肉馬給炸死 好這裡要直接來招 馬救了 但是HERA會讓他招嗎 騎兵迂迴回來 砍掉了招響馬救的僧侶 漂亮 這一波又賺到了 很不錯的戰果 好裡面再補一些輕騎兵 再出來再繼續砍僧侶 漂亮又開始了一隻僧侶 哇即使有神聖思想 但還是只能扛個三刀而已啊 這僧侶 好 OK HERA這一波戰果已經打得很好了 好這裡趕快先著想一下戰船 這個下面戰船有機會 自爆船炸下 漂亮 安迪這一波反制的也很快 好生物趕快撿走 往回走 好走中間一點 完蛋了走到邊邊角角 要被燒死 這個生女一直在中間 哈哈哈哈 剛才這個生物只能給安迪了吧 我們還是去撿旁邊的生物就行 欸這個生物沒有看到嗎 難道是要撿這個更遠的 撿更遠的 好安迪這邊撿下了馬卡 看來還是要走遊俠路線 挑戰人走遊俠打立陶宛是對的嗎 畢竟立陶宛人的烈提斯 可以無視敵方的裝甲進行攻擊 即使你是坦克騎兵 我就可以直接用這個RPG槍兵 戳爆你的坦克的裝甲 這邊調度人 能不能 扛住這些傷害 是個問題 好這個生物管是撿最遠的 安迪看到了 生物被撿掉 但是騎士已經來了 所以生女繼續跟上 好右邊騎士兵也過來 想要攔截後方那隻生女 被軟機出發了 生女沒有辦法 連招都不想招 只想把生物往後帶走 好但是騎士兵過來 一刀兩刀三刀搞定 我撿不到生物你也別想要 好這裡又派了兩隻生女出來 往左邊走 現在生物已經來到了兩顆 免費的三攻來了 好兩邊幾乎同一個時間 點下地龍時代 這就是世界頂尖的天梯 根本就是鏡像操作 好再來一隻生女 漂亮的安迪這邊生女 一直被Hera給抓掉 好這一個生女 有人在站崗 可能暫時沒有辦法拿 但是這個生女 只要把這個生物撿走 再撿掉右邊這一顆 基本上就穩了 好這樣就有三生物 第四個生物也能撿到 這個超級隨機的地圖 生物其實還蠻多的 就來到七顆 中間這個的話 這家左邊 現在五 對七顆生母是真的多 好那現在條盾人 點下了槍兵跟義工 還有鎖炊車 好現在馬鎧也點下了 林鎧甲點了之後 待會就可以繼續補個大學 那這個大學要補什麼呢 最重要的就是立陶宛這個文明 是有火炮跟火槍的 那跟法蘭克最大的差別是 他有大肉碼還有火槍火炮 對法蘭克也有 但是他沒有大肉碼 後期的 垃圾兵來說 是真的厲害 跟法蘭克的垃圾兵比起來 所以有些人會喜歡玩立陶宛 不是法蘭克 唉唷這個自爆船 唉唷差點炸死 還好這個騎士的血量過多 沒事 終於把這個聖物撿回來了 哇 這樣4顆聖物就到手了 接下來安迪即將面對的是 4聖物的立陶宛 這個聖女不敢走出去撿聖物了 HERA的輕騎兵太煩 安迪打到怕了 聖女在家裡只能瑟瑟發抖 不去撿聖物 好 這裡終於要圍好 可能圍好之後就會去撿 右邊再補一根城堡 好 HERA這邊也在用城堡空圖了 調整這邊也是城堡 開始慢慢往外插 待會經慢技術也可以點下 但是這個時間點不會去點 這個時間點還是要先把遊俠提升起來 還有這個大槍兵升級一下 你看看現在已知 HERA是走列提斯路線 列提斯現在傷害是4點 攻擊力都還沒有點上去 列提斯的傷害最高可以高達22點傷害值 非常可怕 22點跟這個彎刀勇士一樣 但是人家是玻璃大炮 但列提斯並不是玻璃大炮 哇好痛啊這個傷害值 那22攻有什麼特點呢 這就意味著打臭命只要兩下一隻 聰明的防禦力是1點 血量是40滴 所以打一下是21滴血 所以這個22攻傷害是非常可怕的 結果這個列提斯打出了騎士 好家裡開始有些騎士開始在溜了 但是HERA並沒有太大的動作 反正是前線補下了更多 射箭長轉出了火槍兵 好你可能會轉槍兵 所以我先轉火槍 火槍打槍兵 那我的列提斯就有安全的輸出環境 喔這有抓了一村 現在HERA家裡農田的問題已經解決掉了 巨型投司機開始攻城 防守城堡 騎士在上面 蓄勢待發 這邊在等巨型投司機出來 但其實這裡一隻巨型投司機都不會有 這裡都是列提斯 這裡挖晃的黃金 村民趕快走 2級馬卡已經補下 這裡13隻的列提斯 3-3來遲 已經出事了 但是還好 還來的不算晚 列提斯有這個跑速優術 跟蹤技術 開始追著打 你這個條盾人 這個馬是殘廢的 跑不快 殘疾馬 哎呀 這個馬真的是 太慢了 跑太慢了 對後面的 優良品質的馬 馬上就直接上來了 哎呦 這個巨頭全猜 直接現賺600斤 好 後面的僧侶 開始著想 但是又收進去 安迪這波打得不錯 好 但是巨型投司機全倒 而且後面列提斯 好像稍微能打贏喔 即使吃了城堡的傷害 還是輸出這麼的好 這個拉走應該也來不及了 這個只能送掉了吧 啊 哪泥 怎麼沒收到 這個抖洞 這就是世界冠軍嗎 好 左邊本來想要進攻 但是遇到萬里長城 而且是 隔一個空隔的 不怕衝車 這個是細節的 蓋城門的方法 這個城門不要貼著蓋 城門貼著蓋的話 衝車是一次可以頂兩層的 但是如果你空隔一個蓋的話 你一次只能頂一層的 所以空一個蓋是很重要的 安迪也知道這個道理 那現在重點不是城門了 而是正面的進攻跟防守 該怎麼辦 現在列提斯很強 遊俠雖然很坦 近戰防禦7點 但是在列提斯的眼裡 就是0點防禦力 好那列提斯的傷害來到了最頂端的 22點的傷害值啊 來了來了 這波又衝了進來 只要打個6下 遊俠就會倒地 這波是HERA的強攻 這波強攻 壓力有點大 巨型投司機還是被摸到了 槍兵將後面輸出 但好像還來不及身為大槍兵 遊俠繼續扛在前線 這波城堡可能會被拆掉 火砲來得及出來嗎 沒有黃金 好多人現在缺金缺盜 已經扛不住正面戰線 列提斯的 毀天滅地的傷害 一直一直的遊俠 已經倒地 這就是 穿甲槍 哇 六下一隻遊俠 這麼痛了嗎 我有算錯嗎 好像真的六下一隻欸 好痛喔 欸不是不是六下 六二十二而已 這也是八下才對 八下或七下吧 感覺還是要八下 想說六下好像有點太扯了 好像不是槍兵 OK 這樣是 六下 八下一隻 好 立陶安人 這裡繼續產出列提斯 HERA左邊 終於突破了進去 唉唷 這一波流進來了 這一波工程已經成功 自爆船做不到事情 但是火炮戰船想要拖點 HERA的火炮有沒有看到 好像有 兩邊都在海戰互打 但這一波還是要衝進來了 右邊的工程還在繼續當中 大槍兵一直點不下 要是條盾這邊有大槍兵的話 擋列提斯就會很輕鬆 但是城堡一動一動都倒了 戰線一直持續失守 後方的兩台巨型頭司機 還在工程當中 好 正面的火炮 還在拆 現在安迪前面著火 屁股也著火 現在變成 打出GG了 有點快喔 這一把 沒有辦法 HERA的雙線進攻打得漂亮 而且這個工程用火炮打 確實打得也很快速 這把比賽 毫無懸念的列提斯 滿機體 打爆條盾的人的遊俠 這是完全沒問題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最後是有條盾的人 拿到了資源上的勝利 那兩邊資源差不多 雖然贏了海 但是HERA又有四勝物 後面的黃金也會比 條盾這邊更好 基本上後期也沒什麼希望 最主要是後面這裡根本守不住 全部的兵力都在前線 這一波衝進來基本上就GG了 只能說安迪 有點太慢為第三層第四層 這邊只要有一個城牆 補個奴炮戰船 或許這邊的防守會比較輕鬆一點 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小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